是的,你沒有聽錯 如果你從一個普通成年人的身體中將它鎖血管取出 並排成一行 那麼這個普通成年人會死亡 但它的血管陣容將延伸超過10萬英里 16934公里 這足以環繞地球2.5次 然而,身體的奧秘還不止於此 你知道我們的心臟在我們的一生中抽了大約570萬公升的血嗎? 這個血量足以填滿3個奧運會規模的游泳池 誰想游泳嗎? 在血紅色的泳池中好好享受吧 我們的身體似乎知道它們自己是多麼的美妙 因為它們會發光 日本東北工業大學 電子與智能系統系的一項研究 好長的科系名稱 顯示人體真的會閃爍、微光 科學家們要求5名健康的20多歲男性受試者 在敏銳的攝影機鏡頭前露出赤裸上身 這些攝影機鏡頭可以探測到單個直子 結果顯示 人體全天都會發光 其高峰值位於下午4點 最低點則是上午10點 當然,這種發光的強度比我們眼睛的敏感度低約1000倍 所以我們看不到它 專家們認為這與我們的代謝規律有關 因為這種光韻在一天中會上升和下降 所以 下次當有人叫你起床 並告訴你該打起精神 融光煥發時 那麼就好好的發光發亮吧 新生嬰兒不僅非常可愛 而且 以牠們的體型和體重而言 也非常強壯 例如 如果一個嬰兒抓住一個水瓶桿 牠可以撐很長時間而不會感到疲倦 這種奇怪的手掌抓握反射 是從我們的祖先遺傳下來的 新生的猴子必須僅僅抓到他們母親的毛髮 不幸的是 沒有什麼是永恆的 在三個月大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了這種令人驚奇的能力 如果你經常流鼻涕並伴隨著頭痛 你的問題可能比一般感冒或過敏更嚴重 從鼻子露出的液體 實際上可能是腦脊椅 這種液體位於大腦周圍 有一種特殊的膜固定 它有時會以透明液體的型態 少量力從鼻子中滲出 這完全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的鼻子不停滴出水來 而且藥物治療都不見效 情況可能已經失控了 這可能是腦脊椅滲漏的第一個征兆 需要趕快就醫 如果你對自己的健康有任何類似的擔憂 請立即諮詢醫生並進行檢查 大腦袋等於好腦袋 令人驚訝的是 這個原理事實上的確有道理 但其背後的主要原因 比你想像的要更複雜 通常 頭較大的人 他們的大腦有較低的神經元密度 這是其能更快更有效的工作 所以是時候停止厭惡你的大腦袋了 你應該感到自豪 大腦袋通常伴有寬額頭 這是另一個高智商的跡象 受歡迎的中國面向學表示 五指寬的前額意味著高智商和高技能 這些人學東西很快 他們不需要任何人來解釋說明 但卻總是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完成任務 一些專家甚至認為 他們還具有一些第六感的能力 真神秘 事實證明 眼睛不僅是你靈魂的窗戶 也是智商水平的窗戶 科學家稱 藍眼睛的人智商一般比較高 試想一下 很多著名的聰明大腦 比如說 Steven Hawking 都有一雙美麗的深藍色眼睛 所以這肯定有一些道理的 然而 藍眼睛的人對光的敏感度 比其他人更敏感 真是有事有得呀 完全對稱的耳朵並不常見 這或許是件好事 因為研究表明 耳朵不對稱可能意味著機智 早在2012年 英國科學家就發現 一邊耳垂比另一邊長的人 會是更好的領導者 這些特別的人會把別人放在首位 並且運用自己的大腦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儘管在某些水母和其他海洋生物中 更為明顯 但在這個星球上的每個生物體 都會發光 是的 這也包括了人類 這種效應稱為生物性發光 而唯一的區別 就是我們根本就看不到這光 人類的心臟是個嬌小 但卻強大的引擎 在一天中 它能非常有效地抽吸血液 使得血液能繞行長達 一萬兩千英里遠 走遍你身體裡面的所有血管 你的肺部有能力將空氣強制排出體外 它幾乎是用陰速運動 好的 陰速的三分之一啦 但還是很快 這是因為來自相當大的一組肺部 特別劇烈的咳嗽 像是這樣 咳咳咳咳 哇 需要喝點水 只要想像一下 如果速度再快一點 就能創造出陰速炸彈 好吧 別指望了 我們的肺會調節速度的 不 人體具有管理進入水中的特殊機制 它被稱為潛水反射 而它幾乎存在於每一種哺乳動物中 包括了人類 這種反射通過將氧氣引導到心臟和大腦 來重新分布體內的氧氣 當你跳入水中的那一瞬間 你的身體會自動降低心率 收縮血管 並釋放儲存在脾臟中的紅血球 為什麼我們會咬嘴唇 你發現自己咬嘴唇的次數有多頻繁呢 會這麼做的原因之一是心理因素 這個壞習慣是伴隨壓力和焦慮而來的 我們的大腦會對身體下達咬嘴唇的指令 好讓我們少想一些煩惱的事 並冷靜下來 還有一個不那麼關乎心理的原因 這可能只是由於天氣冷而使嘴唇乾裂的 你的大腦告訴你去咬嘴唇 好讓它們恢復滋潤 但這最後會得到反效果 造成嘴唇乾裂及疼痛發炎 最好是用護唇膏哦 為什麼我們會在鬧鐘響起前醒來 對呀大腦 你為什麼要縮短我的睡眠時間呢 也許是大腦在擔心上班或上課會遲到 不對是因為被鬧鐘叫醒這件事 會帶給身體很大的衝擊 為了避免這個不必要的壓力 大腦會釋放出一種負責執行清醒任務的蛋白質 如果你可以仔細調整好這個超能力 就會很方便哦 這樣你就不會再睡過頭了 我們受不了被搔癢的感覺 但為什麼會用大笑回應呢 嗯 因為最容易覺得癢的部位 腋下和肚子剛好包住了重要的器官和動脈 所以大自然就讓這些部位變得非常敏感 這種感覺所產生的反應可能接近愉悅 因為這些部位的神經都受到了刺激及恐懼 為了你重要的內臟 因此你會馬上試著保護這些部位 笑到哭出來 然後求搔癢的人快點住手 但是要知道 當我們搔自己癢時 身體會馬上向大腦發送一個訊號 大腦這沒有危險 不用回應 直到今天 搔癢對科學家來說還是有點像個謎呢 為什麼皮膚在陽光下會變黑 而頭髮會變淺 每次當你在做日光玉石 皮膚表面都會上演一場真的戰爭 太陽會散發出對人體有害的紫外線 你的皮膚為了保護自己 就會開始產生黑色素 這種特殊的色素 它會站出來勇敢地承受攻擊 並吸收紫外線 隨著越來越多的色素被生產出來 皮膚就會變得比較黑 至於頭髮則不太一樣 它確實儲存著少量的黑色素 但卻無法像皮膚那樣生產出來 因此陽光會很快地燒掉所有儲存的黑色素 而頭髮則會失去了一點色素 這就像童謠說的 這個色素去了市集 這個色素待在家裡 這個色素吃了 什麼 哦 應該是小豬 不是色素嗎 那當我沒說吧 你的眼睛會不斷地捕捉到不同的畫面 並且不停地移動 以形成周遭環境的完整圖像 你不會注意到這件事 是因為你的大腦透過穩定的圖像 而且將不同的片段 編輯成一個持續的流程 讓一切顯得自然平滑的關係 你不喜歡體重機上面顯示的數字嗎 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你的體重的0.9到2.3公斤 其實並不屬於你 而是生活在我們體內的微生物的重量 光是在人的口腔之中的細菌數量 就比地球上面的人還要多了 但別驚慌 這很正常 這些微小的細菌 大多都是完全無害的 世界上面不會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大腦 大腦結構在很大的程度上 取決於它的發展和成長的條件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特點 甚至在生物學的層面上也是如此 就像你的手指一樣 你的舌頭上也有獨特的印記 而這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大腦只佔你整個體重的2% 但它幾乎是整個身體的發電機 需要你所消耗的能量的20% 以維持運作 甚至當你在睡覺的時候 也絕不停歇 事實上當你在休息中 或者在夢境裡面的時候 它反而會更加活躍 一個人一生平均會長965公里的頭髮 這大約是從紐約市到俄亥俄州帶通的距離 令人發毛的長度 你無法在太空打嗝 真的試試看不能上太空 那就相信我 打嗝發生於液體與氣體在胃裡分離時 而這是因為地心眼力才發生的 成人可能每分鐘平均眨15次眼 但寶寶一分鐘只眨1到2次 科學家依舊不知道原因 反正不要跟小寶寶比大眼瞪小眼就對了 出生時 許多寶寶的眼睛是藍的 隨時間變深 這是因為瞳孔中的黑色素 賦予你眼睛 頭髮 肌膚顏色的色素 數量在前幾年會慢慢增加之固 假設你本來想在陽光下好好玩一下 接著卻突然開始打噴嚏 令所有人擔心的不敢讓你出門 唉 真慘啊 但這完全是自然生理反應哦 這被稱為光噴嚏反射 它發生的原因可能是 不是百分之百 是因為那個通常令你打噴嚏的神經 和容易被強光所影響的視覺神經彼此作用 有些人會透過握手來判斷眼前的人 甚至是在重要面試開始之前也會這麼做 這很不公平 但我們就是會這樣 在現實中 我們的手是不是變得很冰冷 這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 這是因為你的整個身體在為危機情況做準備 這能阻止血液進入皮膚 讓更多血液能而流向重要的器官和肌肉 換句話說 你的身體想要逼你閃掉那場面試 而你需要溫暖的腿 而不是溫暖的手 才能成功落跑 根據人的大小和新陳代謝 一個人平均一天要燃燒2500卡路里 這足以將7.6公升的水煮沸 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你的身體一直很忙 你每天需要消耗大致同等於2500卡路里的熱量 以維持自己的體型 而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這是自然發生的事情 你只要感到足夠飽 就可以像往常一樣繼續生活了 就是這樣平衡的 現在嘗試將這個數字和10萬卡路里 真實食物數量進行比較 真的很難想像要吃這麼多東西是什麼樣的 不過有一個問題 每個人的胃平均只能容納3.8公升的水 而塞得下就可以的古老原則 在這裡是行不通的 可能塞得下但不會放太久 對於普通人來說 每天超過2500卡路里的熱量 將導致體重增加 事情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身體不能立即利用的任何東西 都會被收起來供以後使用 這是在下雨天累積能量的自然方法 有點像我們在銀行中存錢以備 將來使用的方式一樣 我們的頭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其中一套理論說 我們在頭部保有濃密的頭髮 是因為荔姿 當我們站立時 最暴露於陽光的就是頭 而頭髮能避免肌膚及腦部受熱 最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題要回到我們的時代再回答 來吧 好的 看看窗外 看到那邊那個男生嗎 他全身都有著濃密的黑色毛髮 隔壁那個呢 他幾乎眉毛 為何會這樣 答案是 基因 就這麼簡單 而雄性的南方古猿 可能比雌性要大上50% 而在智人上 就是你 差距僅約15% 而且 差距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但演化並非迅速的事情 所以還是一直會有比較大隻 毛比較多的人類出生 甚至還有一種基因異常 叫做多毛症 據信 這是人類全身還有毛的遙遠過往 在跟我們說 Hello 我希望這樣有解釋到 原來演化是件毛茸茸的大事啊